说到中国张家界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有空中花园和天界仙境之称的天门山旅游区 但是因为一些游客乱流垃圾导致天然美景大扣分 为了避免垃圾影响景观 当局除了增设垃圾桶 十年前还成立一支蜘蛛人团队 这些蜘蛛人每天必须吊着绳索穿梭在悬崖峭壁 清理游客留下的垃圾 马上跟随镜头了解这些蜘蛛人的工作 天山门是中国张家界吸引游客到访的重点旅游区 游客多了垃圾量也跟着增加 高空保洁员这个被誉为蜘蛛人的职业也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高空保洁员的工作就是保持这个旅游区的卫生整洁 他们每天必须挂着吊绳穿梭在400米的高空 解释游客留下的垃圾 旅游区收卖的饮食是天山门的收入来源 但食物包装也是破坏自然景区的罪魁祸首 天山门管理公司为了还原美景 2010年成立了一支蜘蛛人团队 清理游客到此一游已留下的垃圾 不过单靠蜘蛛人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旅游区的垃圾问题 随着民众的环保意识提升 加上当局增设回收垃圾桶 乱丢垃圾的现象在这十年间有明显的改善 高空保洁员不仅仅要克服穿梭悬崖峭壁的恐惧 抓着绳索攀岩走壁解释垃圾 也是一门体力活 想想这些蜘蛛人极力还原自然美景付出的辛劳 游客还有随手丢垃圾的理由吗